好话说尽劝不回 女大学生为爱留缅甸 园区只保她到这一天 台静怡大学林姓女大生 清明廉价为返家离奇消失 家人便寻不着报案 警方赫然发现他人早已出国入境缅甸 邻女不辞路途千里寻爱 她比较想要跟她男朋友溺在一起 女大生男友小U的身份也曝光 她曾是被骗到园区的受害人 救援组织也曾救过她 后来却辗转被迈 如今她成诈骗的帮凶 她也曾诱骗三名台湾人到园区工作 国际救援组织在与女大生接触后 好话说尽要她多想想台湾的家人 不过女大生表达想要等男友一起回去 救援组织直接点出这样 反而害了男友 尤其救援组织名单中 发现她男友曾出现过 但当时因小U不肯游泳渡河 才错过逃离诈骗园区的机会 林姓女大生已被园区下达期限 只保她到泼水节 竟以女大生若仍选择不离开 国际救援组织表示 以严重破坏与当地势力的关系 未来想要在诈骗园区 把受骗台湾人捞出来 恐怕几率是零 我会想要在诈骗园区下达期限 我会想要在诈骗园区下达期限